三公子 呜 乐与 贵 想你的天空渐渐的 想你的阳光软软的 像你的云都是分散的 咬一口甜甜的 爱上你就像米糖 遇上阳光融化弥漫 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 爱上你从今天起 都只想要你陪伴 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 怎么办 别碰 没事吧 没事 把花摘下来 收好 是 刚才多有冒犯 这花究竟有什么古怪 为何你们人人都惧怕它 这花中有鬼 情义不可知识 定是这幅画杀了老爷 听闻最近府上家宅不宁啊 这件事情 还得从老爷得到这幅画 开始说起 那日老爷得到一幅奇画 但人人都说 这画中藏有女鬼 凶险万分 可老爷不甘心 说这画中有大神通 便请了一位游方术士 来为他驱邪做法 术士收了钱之后 大做法事 说这女鬼已经驱散 万无一失 老爷被他哄得非常开心 从此之后 老爷爱极了这幅画 便听了那术士说的 供奉三日后 便迫不及待地打开 从此之后 府上就多有诡异之事发生 此不与怪力乱神 依本官看 那江湖术士不过是借鬼祟之说 骗取点钱财罢了 既是为财而来 又为何杀人呢 林青秋 你不拆我弹会死吗 陆大人 你不说话会死吗 你 是女鬼 小九 不得无礼 府中的下人缺乏管教 还望大人们海涵 无妨 你看到什么 尽管说出来 这幅画刚拿到的时候 是我替老爷收起来的 这晚上起来 我偷偷看了一眼 确实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子 从画里走了出来 这 这一摸 人又没了 朱 朱小娘 你说这老爷 会不会是入了魔呀 自从老爷得到这幅画以来 府里确实处处偷着古怪 没错没错 这每到晚上的时候 老爷的房间里 总是发出奇怪的笑声 如此说来 原因都是因为这幅画 这画中有鬼 不可轻易打开 这是本官拿到的证物 不可能给不相干的人看 陆大人 陆大人 小心你晚上打开这幅画的时候 这画中女子 正向你款款走来的 你 林青秋 我忍你很久了 我只是担心你 诸儿所致一切 都以巨石向二位大人禀告 还求二位大人一定要设法 还服上一个清静 本官 本官一定竭尽全力 查明真相 多谢大人 陆大人 打算从何查起啊 天掌柜烧得跟个焦炭似的 我得先让我的武作艳了诗再说 此案绝非谋财害命那么简单 凶手一定另有突兀 如此自信满满 想必是已经有了什么线索 线索吗 还是得查 这里是京城 不是你的志向 你无权查 陆大人敢打赌吗 没钱不赌 陆大人这是不敢赌 这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吗 赌就赌 谁怕谁 要赌 就赌大赌 陆大人 你可别冲动啊 我们青秋向来逢赌必赢 从无败继的 那是因为他没碰见我 好 那我们就来赌一赌 看谁先结案 你要是赢了 我便主动辞官 反之 你要是输了 我只要一枚卷宗库的通行令即可 这可赌得太大了 陆大人他可输不起啊 谁说我输不起 赌就赌 那我就授权你协助办案 我如果输了 不仅将令牌给你 还主动辞官还乡 从此不再入适度 林青秋 你就等着辞官之后 继续做回你的顽固子弟吧 到时候满城百姓都会崇拜我 我在大发慈悲饶了你 不错 不错 我这就让我的武座去一桩验尸 你给我等着 不必了 不错 我的人已经在那儿了 您 什么时候去的 音音她住在那儿 走吧路 早就听闻龚小姐大名 想不到今日竟有幸 能与您一起查安宴时 客气 客气 这人皮都能直接剥下来 这得交到什么地步 不 死者身上并非肉体绽联 而是衣服 衣服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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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身上 穿了很多衣服 很多很多 不对啊 这都早已过数九寒天 怎么会穿这么多衣服啊 这是何物啊 这大火焚烟必是烟尘 这烟尘吸入口鼻 人不烧死也会窒息而亡 不错 不对 质地不动 你看这些黑色烟尘 里面 混着一些蓝色粉末 这从之前烧焦的尸体中 从未见过 那 能验出来是什么吗 这些蓝色粉末 已经被黑色烟尘污染 无法从中分离检验 啊 对了 明依 陆姑娘怎么没来异中啊 她不是说 她要多看你验尸 方便写画本子吗 洛尔今天 在浅府把腰扭伤了 不方便出门 轻点 别人 疼 疼 别动 我都说了 让音音给我震骨 音音上来只爱摆动尸体 你说 前掌柜死的蹊跷 音音的尸体验得怎么样了 你啊 就好好休养就行了 其他的事 就别操心了 那可不行 我还得去街面上转一转 既然来了京城 我得开一家新的书舍才是 我南医先生 可不能让我京城的树迷失望 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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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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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什么 也 也没什么事 就是看看 想歇一歇 你 下去 是 大人加油 大人加油 你推我干嘛 不应该完成 没完成的事吗 林青秋 你文府婚约的事情解决了吗 你 你是流氓吗 下去 还在这儿干嘛 要睡觉了 还在这儿干嘛 这前掌柜附得险山漏水 膝下又无儿无女 没人盯上 倒也正正 这场赌局由大人您做主 现如今京兆颖大人不在 您就更得先于林青秋破案 方能体现您的能力啊 这儿的人都为您马首实战 他林青秋要是想歇您一步破案 那也得有人帮他查案 您说是不是 明日就通告京兆府上下 翻遍京成瑶把那个江湖术士 给我找出来 是 在我的地盘上 我就不信他林青秋查得能比我快 少做些吴永公 那江湖术士 若是故意接近前掌柜 那身份一定作假 而行踪也早已抹去 谁让你进来的 还有 谁让你偷听本大人说话的 碰巧路过 好言提醒 我怕我会赢得太轻易 这样会觉得无趣 跟你这种人打赌 就应该再加上一条 输的人永远闭嘴 好啊 反正现在输赢未定 你大可随时加大赌注 我奉陪到底 好 你我查案互不干扰 输的人还要游街示众 你敢吗 君子一眼 四马难追 等你游街那天 我一定要开谈好酒 好好庆祝一下 你又怎么知道 那游街的人 一定不是你的 放肆 这画本子多少钱一本 五文钱一本 那我给十万吧 谢谢谢谢 不客气 哎 姑娘 我这儿有石下最火的 南夷先生的画本子 要不要来一本啊 看来是时候在京城开一家陆院分店了 不错 陆姑娘 二位今天找我过来 一定是憋了一肚子话想说吧 没关系 敞开了说 举止不端 盘土粗笔 没有一样上得了台面 芸汐 文小姐 倒是如传闻中所言一样 气度端庄啊 陆姑娘谬赞了 我虽是相府嫡女 更是以后安定王府的当家主母 但我向来对你们这些平民百姓宽厚 你不必觉得惶恐 惶恐 我为何惶恐 因为我今天是来考察你的 看你值不值得被她喜欢 这事呢 你不要成全我们二人吗 自然 文小姐如此气度 倒是让我肃然起敬啊 倒也不必 不如 你来做我的天生丫鬟 待我与她大婚之后 我可以允许你做她的通房丫头 若她日后 对你的感情还未消散 那我便做主 将你正视纳为妾 哼 你还挺包容啊 自然 爱玩是男人的天性 哪个豪门公子哥 没有三五个通房丫头 小妾 甚至是外面的红颜知己 我听闻有些名门正妻 因为嫉妒 一哭二闹三上吊 所谓出嫁从夫 实是有些不成体统 正妻 就应该有正妻的大度 和体面 停 你在做什么 有趣有趣 实在是有趣 文小姐 如此不要脸的话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要写下来 赶紧记在画本子里 你 你说我什么 我说 你不要脸 你把那些为爱痴狂的女子 说成傻子 却对那些 背弃海誓山盟的烂人 宽厚仁慈 我看哪 你不该是相府的千金 你该是 宜春院的老板娘才是啊 我撕了你的嘴 来 芸汐 不得无礼 宜春院 是 是什么 宜春院就是不住 不住的地方 果然是养在深归 不知俗事的相府千金哪 陆姑娘 看来你是做不得我的大丫鬟了 你说话 不得体 好家伙 文小姐 我都这样骂你了 你却只能说出 不得体三个字来 你若真想与她在一起 我有义务教导你这些刚常伦理 你不必觉得惶恐 也不必觉得忐忑 把你那些卑微的小心思 都收起来 好好学习 应该如何伺候夫君 算了 文小姐 林青秋 她不喜欢你 如此看来 你也根本不喜欢她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儿女情长 不过是画本子里写的罢了 所谓喜欢 并不重要 嗯 文小姐 我真心地祝愿你 能来一场奇妙的戏后 要多狗血 有多狗血 最好是 能从天意上直接掉下来个夫君 砸进你怀里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等哪一天 你遇到了心动之人 你就明白我今日在说什么了 陆姑娘 我时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过未来的安定王妃 只能是我 文小姐 待我和林青秋大婚那日 你可不要哭鼻子啊 要时刻保持 文府千金的尊贵和优雅哦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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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Zither Harp 许过街球蹉跎 假装比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风不尽 爱的是真实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輸出不当你的爱 该来的都未来 这结局 比真相难猜 难猜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戒眼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只听得太儿戏 都别都没一句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